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明养小鱼 有一天,小明跟爸爸妈妈去水族馆 水族馆里各种各样的鱼类 让小明大开眼界,眼花缭乱 小明说 爸爸,我也想养鱼 爸爸说 好啊,那我们养什么鱼好呢 小明指着海豚说 养这个怎么样 妈妈笑着说 咱家可没这么大的鱼缸 我们啊,只能养小鱼哦 小明说 养小鱼也行 第二天,爸爸带小明去观赏鱼店买鱼 鱼店里有好多种鱼 小明看到有三个鱼缸里有三种不同颜色的小鱼 非常喜欢 爸爸看出了一个问题 小明就说 儿子,你仔细看这三个鱼缸里的小鱼 每个鱼缸里的鱼都有一条跟其他鱼不一样 你能找出来吗 真的吗 那我看看 小明说着 仔细地观察起来 我看出来了,爸爸 小明指着鱼缸说 这条鱼,这条鱼,还有这条鱼,跟其他鱼不一样 对吗 爸爸笑着说 完全正确 儿子啊,你真聪明 小明又看了看其他鱼缸里的鱼 但都不太喜欢 只有这三个鱼缸里的鱼,他最喜欢 于是,爸爸就把这三种鱼各买了几条 然后带着小明回家了 然后带着小明回家了 小明说,你数数鱼缸里的小鱼,能找出来颜色最多的是哪种吗 小明说,这我还真没数过,我试试吧 说着就认真数起来 妈妈,我数出来了 小明说,小明说 小明高兴地说 用心观察,善于思考的孩子 不同的鱼 问题二 找出数量最多的那种鱼 不思考思考 подум